哈啰我是莉 哈啰我是莉 我們是阿彌安多莉 台灣男生為什麼在日本教不到女生 穿搭不行 我覺得就是大家都會以為 穿搭就是你要抖得好像非常的時髦啊 然後就是大家都以為我們說的是這件事情 不是不是 不是沒有人跟你說你一定要就是 其實不是穿搭是日本人說 比較接近米達西納米 怎麼叫就是你的穿著 跟你的修容 跟你的橘子跟你的一些比如說指甲 對女方的控制慾超強又超級黏人 這個其實我一開始看到的時候 覺得他可能是就是一體兩面 因為其實他就是很在乎你 所以他才會有控制慾嘛 其實我有一個點 我們之前不就有說談女人 就是會一直問你說你在幹嘛 在哪 那個我跟我男朋友最近有討論 就是他說就是其實他前女人會這樣問他 然後他雖然就是有點不爽 但是他其實沒有表現出來 對然後他有感覺到我會不喜歡他這麼問 我會告訴你在幹嘛 但是我想要主動說 然後我也希望他主動說而不是我問 就是我是絕對不會問你別人你在幹嘛的 我覺得光是這個你在幹嘛這件事情 就是日本人很難很難出現的語氣 搞不好台灣男生在馬青瓜畢爐 直接問他說 他可能只是想問說 他可能只是想問說 因為其實我覺得在台灣你在幹嘛 是一個非常親的 對可是 日文你這個幹嘛好重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一個沉重大實壓 什麼 怎麼辦 我要怎麼回大家 很難 然後我們問一下台灣 就是直接說 沒有啊在 沒在幹嘛 對 你說如果你要回你沒在幹嘛的話 你可能要說 啊 那很值得戴對不對 對 然後就 然後還會這樣 蛤 怎麼會這樣 說這些 因為我不喜歡 可能聽起來很冷淡 因為是我又 其實你沒有那麼冷淡 對對對 然後如果真的在忙 我沒有空回你我現在很忙 不會在超級控制 好像是類似這樣 他可能想知道 你所做的所有事情 你所做的所有事情 然後這個在日本的交往 交往文化裡面比較少 後來我就仔細回想了一下 我在台灣交往的經驗 我還覺得台灣男生好像有一種 使命感 就是他如果交了女朋友 他就只能在意他女朋友的事情 或者說他如果愛上一個人 他可能就把這個追女生當作 他人生中的超級依順位 我覺得還好 是因為那時候我比較年輕 所以他們其實這樣 我可能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好 嗯 但我曾經因為 講電話講太久 我覺得很煩 哦 對 對 就我還是會覺得 比如說一開始 你交往前三天 你每天講一個小時 電話可能OK 但是到了第四天 我就會開始覺得 為什麼要講這麼久的電話 對吧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對就是 不管是電話或是聊天 就會覺得壓力很怕 就是太好事 就談個戀愛怎麼會 還要講一個小時 電話好困擾 對 而且你就會覺得說 這個人都沒事做嗎 嗯 對對對 我覺得每天講電話這件事情 我無法接受欸 我現在無法 我現在連 一般要講電話 我每天這麼的忙 而且我都不知道要講什麼 哈哈哈 日本人好像希望是 自己可以尊敬的人在一起 對 就是他們每次說 你交有條件什麼 女生男生 第一個都會說 台灣女生好像是想要 一個很會愛自己的人 台灣人就是拼命的愛你這樣 可是 日本男女生真的比較 不需要 那麼的被少數啦 少數啦 少數但是 真的比較不需要 所以如果你拿這個去 當你的賣臉 人家可能會覺得 反而是一個 有點煩的 對 好像是需要人賣的 就像他的那個例子 就比如說 好他一個人在家裡看去 好 所以如果我是台灣男生 可能就說 那我去你家可以看嗎 不要 然後你想說為什麼 好難得可以一個人在家看去 跟我的舒適 對 就是會有這樣的差異 你讓我想到 我男朋友在大絕我的時候 他譬如他說 因為我本身的職業是建築師 所以我很忙 我常出差 然後從頭到頭都不在 所以一定會有很多 你自己的時間 然後 這個真的是日本女生 會覺得很讚 可是 這個好像台灣女生 會覺得什麼意思 我就會覺得 你這一次是說 我要獨守空 對啊 然後我現在也覺得還不錯 我現在好不容易沒有了老賊 其實沒有了老賊 好親近喔 對啊 然後因為老賊又是一個在家裡 一直不停的在那邊看著卡通 他又不出去 他就是一個沒有update的人 對 他沒有update 導致我無法尊敬他 對 我一開始的時候還蠻尊敬他的 我現在的男朋友 因為我親眼目睹到他很忙這件事情 可是他的忙裡抽空的報備 然後就會覺得很開心 你要做到這點 讓女生有一個自己的生活 對 沒有我覺得因為其實會有一個 剛好的平衡 就是在兩人之間 但我覺得就是台灣好像 都是某一方特別的用力 然後某一方就還好 所以就常常會有這種狀況 然後在台灣的非常用力 就是拿到日本就變成超級用力 就是他們會嚇跑 所以 稍微的要有一點 對 對 這樣他們才會覺得說 欸好像有更深入了解的必要 對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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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要讓女生這樣覺得 第三個 第三個 這個其實 自我感覺良好的 人情味 或過度關心關愛 因這行為發展出耳男 一詞 我後來我就查了一下 原來耳男是一個專有名 他這個耳男其實 就是有三大NG行為 一個就是說他會私下行動 然後 不明著來 在日本的話 其實很少人會狂搜什麼Facebook 或Instagram 然後接近你的朋友 就想盡辦法要去接近 而且如果子英外外表 就是好像很想要交往的話 我會覺得我不接受 對 但台灣這種好像的確是還蠻多的 對 好想 因為我有朋友 他就是這個大寫信 寫給他信一個女生 然後人家就是一直不理他 然後偶爾回個兩句 我覺得人追就是要 你是要看這個人 他到底喜歡怎麼樣的追法 而不是自己就是 一昧的覺得很像情聖 對 對 情聖 自己以為自己是大情聖那種 對 強迫獨處 缺乏尊重 這個其實我以前有經驗 真的喔 因為其實就是有時候他可能就會說 欸我們出去吃飯有別的朋友 然後卻一周就發現沒有 或者說可能只有在當下兩秒鐘是有其他人 然後後來就會說欸那我們去哪裡哪裡 我覺得台灣人很喜歡帶你去看夜景 我覺得好可怕喔 因為其實很不熟啊 對 其實就是一個MeToo的溫床啊 對啊 對啊 然後我就覺得我跟你這麼不熟 為什麼要去看夜景 或者什麼看海 就很愛去一些公交野外 欸這真的有欸 雖然說是已經很久以前 本意想起了 想起了 想起了回憶 好的回憶 對 日本男生 比如說我不是有很多同事很愛我嗎 他們確實是一開始想要認識我 會先牽線 對 就是會先跟某某上次說 欸我很想要認識立場 然後可不可以趕快約現在出去喝酒 這樣子 他們不會 他們不會約三個人 然後出現兩個 這在日本 來說是一個很NG的行為 就是不可以騙人 但是也有人直接約兩個 像我前男友跟我親人男友 他們一開始跟我吃飯 就是非常他坦蕩蕩的說 我們可不可以兩個人去吃飯 然後那個就是真的是 他對你的好意他不長這樣子 沒有欸其實我覺得就是像 以前男友或你現在的男友約的時候 其實都是有判斷過說這個應該是沒有 因為我們都認識就算認識 對 可是如果是那種真的很不熟 然後你一開始就要約兩個人讀書 我覺得日本人其實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就是非常不會聊天啊 對 就是句點到一個誇張 然後兩個人 我們在旁邊聽都會覺得 好想辦法聊 是啊 其實我後來覺得台灣有些男生也不一定很會聊 但是他就是有 他就是做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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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不尷尬 尷尬的都是別人 哈哈 詩於小慧窮追猛蟬 這個我也覺得 這個也是很便宜 就是會送很多微博 就是送早餐啊 送飲料啊 送什麼東西的 然後你也沒有要他送 可是如果你就是說 你交往的話我接受 交往可以啊 男朋友這種很貼心 可是 沒有在一起都不用 不認識 因為我們分享過日本送禮 是非常非常骨抹 而且會想很多的 會想很多 就是在他根本就不認識你之前 他不像你喜歡什麼 他是不會送你 他是不會送你東西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追一個日本人的聲音 千萬不要送禮 你三不五時就送他一個什麼東西 他真的都很害怕 對啊 我剛剛有想到一個情境 唯一OK的情況是 你出差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歡 可是我就是剛好多一個 而且你不要是 什麼奇怪的鑰匙圈啊 就是你一定要是他 立馬可以用到面膜啊什麼 或者是他可以立馬轉送 比如說我可能不吃糖 我現在是減肥 然後就送你拿到一個巧克力 但你心意我還是會收 然後可以立馬就是 帶回我的職場 就說你要不要吃這樣子 給後輩什麼 也可以 就是你不要送一個 很奇怪的自由女神相模 真的是會傻眼 對然後這個是我自己覺得的 就是我覺得台灣男生追狠的時候 都太 對太明顯了 百分之百的明顯外放 然後其實被追狠就會覺得 沒有那種 沒有那種拉扯的感覺 因為他們喜歡就是 駭匹 啊我忘了講 就是有些時候是他們 不懂進退那種 就是一直不停的進攻 就是日本人說的 喔對 喔我就遇過一個 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看 希望 希望你不要在意